赵丽颖问过那么多当红男星,唯独被她拒绝了,赢宝只说了这四个字。 赵丽颖是现在娱乐圈内不可或缺的当红花旦,她与多位男星合作过,不少电影或是电视剧都在热播,相信她的演技已经征服了大多数人了,这两年赵丽颖在电影上露面的机会越来越多。 而小白注意到了赵丽颖与多位当红男星都拍过吻戏,可谓是吻变娱乐圈鲜肉群,但是唯独有一人却把赵丽颖拒绝了。 赵丽颖这些年来在老九门中闻过张大佛也,也就是我们的娱乐圈男神模范陈伟婷,说起陈伟婷小白觉得她真的是一位完美男人,不仅眼值高而且演技好。 第二位就是最近媳妇风波不断的好男人霍建华,说起霍建华小白认为她还是回到当初与胡歌在一起的时候比较好,如今林心如的黑点太多,希望各位网友行行好,以后说林心如不要带上霍建华。 第三位就是我们四亿少女的梦,林更新,林更新也是娱乐圈的男神之一,她那四亿少女的梦的称呼可不是飘来的。 第四位竟然是当红男节目主持人,何炯和老师,将网友赵丽颖曾经问过的这些男性,赵丽颖唯独被李一峰拒绝了,其实也不叫拒绝,李一峰曾公开表明自己愿意吻娱乐圈的任何女星,唯独只有赵丽颖不行。 当有人询问赵丽颖时,赵丽颖只说了四个字,导演不让,这四个字真是让人笑掉大牙,里面充满了李一峰和赵丽颖的无奈,原来李一峰和赵丽颖合作过那么多电影,但是里面就是没有温戏,这让导演也没办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